校园防疫 事关所有私生及在校职员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会根据疫情的发展态势 和政府防疫政策不断完善校园防疫措施 一方面,我们会对校园及课室内的防疫标签及时更新 另一方面,在校园内各出入口大堂 接待处、课室和走廊等位置配备消毒初手液 各场地内设施及物品做到每日清洁消毒 尤其是卫生间、电梯扶手及暗扭等 还要安排工作人员对校园所有公共地方及课室进行噴霧消毒 另外,还通过自然通风、机械通风等方式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每日对课室进行全方位的清洁消毒 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根据防疫指引,对学生座位保持距离摆放 或放置隔位提示 并且,在各个课室的资讯港台放置一次性话筒套 和消毒湿根、消毒初手液 每一堂课结束后 我们都会立即对教具表面、桌椅、门窗 和各类可以触摸到的手柄进行消毒 和补充课室内的防疫物资 期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保障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安心使用 根据校园防疫要求 大学对校园餐厅餐前、餐中、餐后卫生管理提出严格规范 确保食物及环境卫生安全 餐厅暂时提供一次性餐具 同时支持师生自带餐具 疫情期间,我们还增加了餐厅用餐区的座位距离 并且设置了更多的室外用餐区 大学增派安保人员在校园内参与防疫工作 提升防疫力量 而且配备了測温设备 并在各出入口增设了场所码、奥康码转码提示 对进出校园的人员及车辆加乘人员进行測温 查验澳门健康码、场所码及口罩佩戴情况 目前,我们已经在行政楼 停车场 人行天桥电梯 B1座大堂等出入口设置了长期缸位 也按照上述标准协助校园防疫工作 另外,大学也有一套完善的发现疑似感染处理措施指引 校方工作人员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 为疑似感染人士提供防护物资及隔离服务 并通知消防救护车 送往专责医疗机构作进一步检测 如发现大量学生员工患病 或因病缺勤人数突然增加 将会通知教育及青年发展局 及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跟进 校园防疫工作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所以在进入校园时,请主动配合测温 出示场所码、健康码、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 注意各人卫生如有身体不适 请尽快就医 成大人齐防疫,维护健康校园